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诚意说他不是一个喜欢找人倾诉的人 遇到不开心的事 他觉得睡一觉就好了 第二天又元气满满了 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果果们 他都是报喜不报忧 把所有情绪都藏在了心里 遇到不开心的事也是自己默默消化 所以在清云志被骂时他没哭 在琉璃发布会被抢吻时他没哭 在云歌会被网爆时他没哭 甚至拍戏受伤骨折他也没哭 但是当他看到果果们专门跑过去为他庆生 看到果果们写给他的信 看到那片属于他的绿海时 他却忍不住哭得泪流满面 果果们对诚意的好他都懂 生日那天他唱着果果们为他写的应援歌曲 唱到哽咽我们对他的好 他都感觉得到也特别能共情 在诚意这里追星从来不说单向的付出 我们对他好他也会对我们好 他会认真的看我们给他写的每一个字 他会宠溺的看着我们笑 我们对他的好他也会感动到哭 如果这都不算爱 那什么才是我们爱他的同时 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们的爱 这样的双向奔赴 和谈了有什么区别呢 都说诚意那么好 果果们真的要爱诚意一辈子了 在我看来一辈子都不够的 希望下辈子也能遇到他 喜欢上他 然后看着他越来越好 节目最后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大矿 寻思虑意作为我 一切都不够的